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着一系列的计划 例如度蜜月 例如买一座新房子 再例如为这个家庭添几个新成员 他们一项一项地达成了自己的目标 可唯独在为家庭添加新成员上遇到了阻碍 这种事情是不能够强求的 凯特与大卫做了各种努力都没有结果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两人结婚三年后 凯特终于怀孕了 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 大卫激动得简直就要跳起来了 对大卫来说 这是最大的惊喜 然后 凯特告诉大卫不仅如此 他怀的还是双胞胎 凯特一越怀俩 这可让大卫开心坏了 他紧紧地抱住凯特 并向凯特承诺会担起父亲的责任 为凯特和凯特肚子里的孩子们保驾护航 怀孕的日子过得很快 也没有什么波澜 凯特每星期会去做一次产检 还会做一些孕妇瑜伽来保障身体健康 因为凯特怀的是双胞胎 所以凯特的肚子格外的大 大卫经常劝诫凯特要多注意一些 凯特则要大胆的多 所幸 没有任何意外发生 凯特很快到了临盆的时候 尽管做了充足的准备 凯特在进入手术室的那一刻还是非常紧张 医生们先为凯特娶出了一个孩子 是一个女孩 第二个孩子也顺利地从凯特的肚子里出来了 是一个男孩 一下子儿女双全 大卫的兴奋之情几乎要溢出来 若不是在医院 大卫一定已经喊出声来了 凯特从手术室出来后 大卫也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凯特 凯特也露出了微笑 可还没等夫妻俩温存片刻 一个噩耗却就此传来 医生面色凝重地来到夫妻俩的面前 姐姐的情况很好 但弟弟的情况不容乐观 弟弟的呼吸非常的浅薄 脉搏也非常的微弱 医生们已经采取抢救措施了 他特地先来跟夫妻俩通过气 如果真抢救不回来的话 也希望夫妻俩做好心理准备 凯特与大卫的微笑戛然而止 凯特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 大卫立刻安慰凯特 医生还在抢救之中 他们的孩子不一定有事 这时凯特能做的也只是为他的孩子默默祈祷 二十分钟后 医生又一次来到了夫妻俩面前 面色凝重 看到医生的表情 夫妻俩也猜到了些许 可还是让医生将噩耗说出了口 凯特瞬间面如死灰 他要求见一见自己的儿子 医生没有拒绝 毕竟凯特的儿子来过这个世界 他不能阻止一个母亲见自己的儿子 凯特将儿子搂在怀里 儿子的身体一片冰凉 但凯特却好像感受到了儿子的脉搏 他认为儿子是太冷了 才会导致如此 凯特叫来大卫 让大卫脱去了衣服 与他一起将儿子搂在怀里 大卫紧紧地搂住了他们母子 在为儿子取暖的过程中 凯特与大卫说着话互相安慰 凯特与大卫还为孩子取好了名字 姐姐名叫艾米莉 弟弟名叫杰米 在交谈的过程中 大卫突然蹬紧了神色 只见一只小手抓住了大卫的手指 大卫立刻起身去找医生 当大卫将这个消息告诉医生之后 医生刚开始解释地说 人在死之前 身体有一些神经反应是很正常的 但大卫坚持要医生去查看一下 医生无奈便跟着大卫去了 到了凯特的病房 眼前的一幕让医生惊掉了下巴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杰米竟然真的活了下来 现在 杰米与艾米莉在凯特与大卫的照看下茁壮成长 有趣的是 杰米在成长的过程中 几乎没有生过什么病 一直都很健康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暖心的小故事 小女孩家园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虽然家里并不富裕 但也非常的美满 父亲在外打工 母亲在家里照顾家园和家园的爷爷奶奶 在家园两岁的时候 家园更是有了一个弟弟 原本这个家庭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 但一场变故却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安宁 在家园三岁的时候 父亲因为一场意外去世了 母亲因为接受不了这个打击 也离开了这个家 家园与小两岁的弟弟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可在后来 爷爷又患上了精神疾病 并因此住进了医院 到这里为止 苦难依旧没有放过这个家 在家园七岁的时候 奶奶又查出了癌症 因为需要化疗 而化疗之后 奶奶的双手和双脚经常会无力 所以只能靠七岁的家园承担起 照顾弟弟和奶奶的重担 好在有国家的补助 不用为奶奶的治疗费用发愁 但其他的一切都需要家园自己解决 家园没有放弃学业 白天上学 晚上家园便做饭 做家务 照顾弟弟和奶奶 年仅七岁的家园还没有灶台高 每次都是站在一个小板凳上炒菜的 而做好了饭之后 家园会将第一口给奶奶 第二口给弟弟 然后才是家园自己吃饭 生活非常的辛苦 也勉强能活下去 只是家园有时还是会想妈妈 一个爱心组织听说了家园的遭遇 帮家园联系了一位志愿者 志愿者也同样心疼家园的遭遇 愿意陪伴家园成长 家园叫她小和妈妈 小和妈妈在大城市工作 并不能经常陪伴家园 但小和妈妈每个月都会给家园一笔生活费 改善家园的生活 也会在周三和周六的晚上 同家园通电话交流感情 就这样 每周的周三和周六 成了家园最期待的时刻 因为在这一天 她能和她的小和妈妈 通上一个小时的电话 她能和小和妈妈分享自己的一切 小和妈妈也会给她唱歌讲故事 在这一个小时里 家园好像与别的孩子再无不同 她也有了自己的妈妈 会给她浓浓的母爱 所以 尽管碰件手机的音质并不好 家园依旧抱着手机不放手 她贪恋电话李小和妈妈的每一丝声音 后来 有空的时候 小和妈妈还会带家园和弟弟 到自己家里来玩 家园每次都很拘束 小和妈妈总会耐心地引导家园 给予家园最大的关爱 而且 小和妈妈还会给家园 买漂亮的小裙子和发甲 尽管家园从来没有要求过这些 但小和妈妈知道 哪个小女孩不爱漂亮 她总会为家园填补缺失的遗憾 家园是不幸的 尚在年幼就经历了如此重大的家庭变故 自己还不得不撑起生活的重担 但家园也是幸运的 她遇见了小和妈妈 小和妈妈给予了家园缺失的母爱 让家园还能够体会到母爱的温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